台南必吃是什么 第一名一定是牛肉汤 而且要早上喝哦 文章牛肉汤 可是连台南在地人都推荐的呢 冷气在室内 想吹请来这里 偷偷告诉大家 早上到中午时段人比较少啦 牛肉汤是每天现切新鲜的温体牛 再加入中药 水果等熬煮的大骨高汤里 所以牛肉会呈现粉嫩的粉红色 新鲜蓝嫩 我们点小碗分量就很够了 而且汤类都附赠白饭或肉炸饭一碗 简单的味道 大大的满足 白天喝汤 晚上要吃蛋饼 全封蛋饼是前姐妹豆浆摊 可是上过不少美食节目哦 例如时尚玩家 爱玩客等等 不要看现在人很少 宵夜时段可是满满满 因为这里的蛋饼啊 吼到像日子少一样 你看这个蛋饼啊 它一看到其实是蛋 但是大部分我们的蛋饼会先看到饼 这里面就打开也是看不到饼 它蛋饼蛋跟饼是过在一起的 已经mix了 可是你可以吃得到饼皮的香味 所以它才可以这么弹 就这么关腰 很像玉子烧一样的口感 非常软嫩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虽然早餐店的山明治 豆浆 杏阳茶全都卖 但这里可是下午5点半才开哦 就是给你不想早起也有早餐吃啦